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和欧洲的外交战打得是如火如荼 北京的态度还特别的强硬 但是最近北京突然对中欧外交战要踩刹车 对欧洲表示示好 急于想和欧洲想和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因为欧盟在新疆问题上制裁了四名北京的新疆官员 于是北京就疯狂的加倍报复 要加倍制裁欧洲的十名欧洲的政要和九名英国的政要 也就是说呢 欧洲其实才制裁了北京的四名比较低级别的官员 北京一下就要制裁欧洲十九名的政要 而且这个十九名的政要 它的级别也比那个四名新疆官员高很多 这就是所谓加倍报复 表示出北京对欧洲异常的强硬态度 过去北京和西方国家这些外交战 这些冲突都是对等报复 包括对美国报复呢 都是所谓的对等报复 比如说去年2020年7月 美国宣布对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四名新疆官员进行制裁 北京也宣布制裁美国的四名政要 这就是所谓的对等报复 也就是美国制裁北京几个人 北京也制裁美国同样什么几个人 在人数上至少是相等的 从来没有说北京对美国搞过加倍报复 也就是说北京在制裁美国的人数上 从来没有超过被制裁的人数 那么在前天3月26号 北京外交部又宣布对两名美国人和两名加拿大人进行制裁 这也是属于对等报复 因为这个制裁的人数和美国方面制裁北京的人数是相等 他们并没有进行所谓加倍报复 北京对美国是对等的报复 但是对欧洲就是加倍报复 加倍制裁 那么这次欧洲只是制裁了北京四名官员 现在北京加倍报复制裁欧洲19名政要 这就是造成这次北京和欧洲爆发外交战的根本原因 如果北京对欧洲也是一个对等制裁 就是欧洲制裁我们四个人 我们也制裁欧洲四个人 这样就不会爆发所谓的中欧外交战 但是北京对欧洲这种加倍报复 就让欧洲人给气炸了 就无法接受 所以才引爆了这一次中欧外交战 也就是说中欧外交战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对欧洲 这个特别强硬的加倍报复的态度 欧盟多国就召见北京驻派当地的大使 抗议对欧洲这种报复性的措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丹麦这些国家的人 都召见了北京驻派当地的大使 当然北京也表示进一步的强硬 他们也召见了欧洲多国的外交使节 表示毫不退让 欧洲方面当然也对北京回报 这个强硬的态度 法国外交部前天3月26号就会见了 受到北京制裁的欧洲议会的议员 表示法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声援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首相官邸 也会见了受到北京制裁的英国官员 他表态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 加拿大外交部长说 中国的举止行为就像校园里欺负人的笑霸 只有对他强硬才能让他改变态度 加拿大外长周天对加拿大媒体表示说 我一生见识过许多蛮横的混混 我知道他们是可以变的 但只有你向他们发出强硬而明确的信号时 他们才会改变 这次北京不仅是对欧洲进行外交战 而且进一步还扩大到商业领域的商业战 目前中国大陆展开了一场针对外国 特别是欧洲企业这些抵制的一个狂潮 首当其冲的就是瑞典的服装零售连锁店 H&M公司 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公司 比如说美国的耐克 德国的阿迪达斯 还有日本的优衣库 也纷纷成为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虽然说过去北京也经常出于政治动机 针对一些外国企业进行打击报复 但多拜他的目标是很集中的 他是锁定在一个企业上 不会搞这个全面的出击 但这一次北京打击目标是非常的广 涉及到很多的欧美日的企业 这就是一个不是太正常的事情 因为北京如果集中力量去打击一个目标 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他全面出击打击的对手太多 因为树敌太多四面树敌 反过来自己是招架不住了 所以这次北京对欧洲企业 欧美企业疯狂报复 他的逻辑叫做不能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 北京表示这些外企在中国赚了大钱 你们就不能说中国的坏话 所以按照这个吃饭砸锅的逻辑 那中国对美国就是地道吃饭砸锅 因为中国每年从美国赚取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典型的吃美国的饭 但是北京吃了美国的饭 又要反过来砸美国的锅 还要不停的骂美国说美国的坏话 所以按照北京吃饭砸锅的逻辑 那美国制裁北京完全是应该的 美国也可以说我们不让北京吃美国的饭砸美国的锅 那么就在北京和欧洲这个外交战的高潮的时候 北京蛮横强硬的态度突然退回去了 今天北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 题目是中欧都要警惕不掉入美国的预设战场 也就是北京向欧洲方面喊话 只是我们双方都助手不要打了 我们都上了美国人的当了 我们双方打得头破血流 让美国人高兴的坐收渔风之力 这也就是说现在北京表现出来 他们想和欧洲要停战讲和 不想和欧洲再打了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说 中欧之间尤其要保持一个警惕 不要掉入美国人预设战场 美国现在高调加强盟友联系 其目的就是推动整个西方与中国的对立 如果剧情按照美国的思路不停演下去 世界的分裂将加剧 重新朝着两个阵营分道扬镳 美国极端政治精英想要的脱钩会逐步实现 那么中国将失去对外开放的战略大环境 欧洲将失去战略自主的基本目标 失去大量中国市场 长期为美国马首实战 那将是美国独赢中欧双输的局面 这篇文章你看上去好像在提起欧洲说 你们不要上美国的当 如果中欧的对立即化 那中欧双方都是输家 只有美国是赢家 但是呢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 它在论调上首先是承认 这一次中欧外交战打起来的话 那中国会成为输家 这个说法还是相当的 应该说是有破纪录的 因为过去北京官媒总是嘴是特别的硬 他从来不会承认说自己会成为输家 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北京总是说贸易战是美国板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北京总会是赢的 而且还是要双赢 美国是要双输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说北京会成为输家 所以这一次《环球时报》的文章 居然首次承认中欧冲突 中欧外交战双方都是输家 也就是承认北京这次和欧洲的冲突 只会输不会赢 那么这也可以说北京第一次承认 他们和外国打交道 双方都是输家了 就是北京不会成为赢家 既然北京不会成为赢家 北京打下去也会输 那北京应该说是没有必要和欧洲去打这场 这个外交战 所以说我们看过去北京的态度和现在确实有一个非常分水岭的区别 就是北京过去从来说我们不管什么事情都会成为赢家 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和谁打的话 我们会成为输家 或者是双输也好 这也是承认中国会成为输家 所以这次我们看环球时报的文章 就是说对欧洲它就表现出来我们不想和欧洲打了 再打下去我们也是输家 只能是和欧洲讲和这条路了 而且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又对自己进行了某种反省 这篇文章说 从中国国内来说 我们需要认识到新疆议题已被美西方炒热后的高度复杂性 它已不简单是一个人权和主权之争 而是触及了全球治理逻辑和全球体系的基本态度 它也在进一步定义大国严重纷争时代的话语权 中国的社会性力量尚缺少参与国际斗争的经验 政府如何借民意之力对外博弈同样缺少经验 中国主流态度对外宣誓应更加明确 同时我们策略的弹性空间应当越来越大 斗争所产生的强制性应当指向外方 而不是指向我们自己 《黄球时报》这篇文章它就以提醒中国人的语气说 说是现在这个新疆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什么人权主权 这个纷争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一个对全球治理逻辑 或者说对全球体系的基本认同的态度问题 那这句话说的还是算是比较中肯 因为现在北京对这个欧洲国家全面外交战的这个态度 已经超过了所谓维护国家主权嘛 就等于是北京向全世界展示他们对当前这个全球体系的态度 就是完全否认美国西方这个全球的体系 如果北京展现出来他们全盘否认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 这个全球治理的逻辑这样的一个体系 也就是他们完全否认尊重人权的基本概念 那么这样的话北京和西方那就是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了 他就不可能和西方继续在进一步进行交往 或者是进一步进入西方的圈子 必须要为西方国家踢出他们的圈子 让中国自己一个人去玩吧 所以环球时报这里就有一个告诫的口吻说 当前北京和欧洲的这个冲突他是已经严重到 北京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问题 就是他对整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说告诫北京在对欧洲的这个行动上要三思而后行 不肯盲动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他又说呢 中国的社会性力量缺少参与国际斗争的经验 政府又缺少什么借民意之力对外博弈的这个经验 这里其实也就是婉转的来批评当前北京当局的做法 他所谓缺少参与国际斗争的经验 意思就是说北京的这样一个做法呢 是不正确的不恰当的 他来用缺少经验来为这个不正确不恰当来挽回面子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又说 中国主流的对外宣誓因更加明确 同时我们的策略弹性空间应当越来越大 这个话呢就是意思说他需要有一个策略性 就是意思说北京应该对欧洲要进行一些妥协让步 不能没有策略 不过呢这篇文章他又说到 斗争所产生的强制性应该指向外方 而不是指向我们自己 这句话好像就相当让人费解了 那说来说去什么是指向外方 什么是指向自己呢 这句话好像话里有话非常的玄妙 那么或许另外一个新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的话 它到底要说什么意思 就在中国抵制洋货的敏感时刻呢 总理李克强3月26号 他视察走访了为耐克阿迪塔兹这些品牌提供原料的中德合资的化工厂 叫做巴斯福 就是引发了舆论的热烈议论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 北京官媒主流官媒对李克强的此行是不予报道 就更加让人们感到这是非同寻常 北京新华社的主流官媒 他报道了李克强这次到江苏去考察 他强调呢 李克强在3月26号在南京举行了精致形式的视讯座谈会 但他没有提到李克强在3月26号 视察中德合资的巴斯福化工厂 只有国务院的中国政府往事 披露了习近平走访江苏的部分行程 但他说的也很模糊 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习近平走访巴斯福化工厂的细节 但是这件事情呢 网民在微博提出来 李克强访问这家中德合资企业的照片和视频 那为什么北京主媒官流他不报道 应该说名义上是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 这么到外企去视察这个重头戏呢 这显然就反映出来北京高层的激烈权力斗争 因为李克强死刑的目的就是表示反对 北京当前这个对欧洲的外交战 还有针对外企的商业战 有人评论说呢李克强不吃这一套 就是说李克强对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 他不吃这一套 这样的评论呢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现在呢不只是李克强 北京方面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 他们对习近平搞的这一套战狼外交和欧美全面开战 是很不满的 北京的大外宣多维网就转文说呢 中国急需减少潜在敌人 这也就是说对习近平全面出击 四面树敌的战狼外交进行批评 希望北京当局啊要就是要收敛一点 不要四面树敌搞得自己在全世界都是敌人 今天的环球时报发表的这个社评文章 中欧都要警惕不调入美国的预设战场 也就是对北京外交部门的战狼做法 是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委婉的批评 这篇环球时报的文章明显他是支持李克强路线的 是反对习近平路线的 最近美国之音也发表文章啊 他的题目是习核心之下 李克强为什么还与习不同调 这也就是外媒现在也都注意到呢 李克强与习近平的立场分歧好像是越来越大 虽然说谈不上反习近平 但至少呢他表达对习近平路线不赞成 而且呢李克强也不是说他只有一个人呢 现在北京已经有很多的势力都在悄悄的支持李克强 这也是李克强敢和习近平不同调的底气所在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